大家好,今天咱们读一篇欧美的文章 美国防务一号网站最近发表了迈克尔·贝克利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贝克利称华盛顿无法阻止中国完成统一大业 中国领导人曾经表示那些企图阻碍中国唐飞的人将会闯在中国人民的钢铁长城上创的头破血流 这名美国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认为随着北京对完成统一的期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在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生产舰艇 五角大楼官员也警告说 中国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年内在某个时刻使用武力完成统一大业 华盛顿的分析人士担心美中之间的紧张局面不断恶化 两个超级大国会发生激烈碰撞 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说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 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说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 那么现在的关键是美国与北京的新冷战已经开始 美国需要关注的是能否阻止中国发起一场统一的战争 这篇论文的作者认为 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加强维护统一的决心 把东海和南海变成中国的湖泊 被抢占地区的霸主 作为走向全球强国的力量 如果美国想包围中国 在许多战线上面临的阻力会越来越大 迟早会出现过去大打出手一样的场景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立以来 当面对日益严重的地缘政治和利益威胁时 北京不会等待受到攻击 反而有可能先发制人获得惊人的优势 在包括朝鲜战争和1979年的越南的冲突中 中国经常把使用武力视为一种教育的方式 他愿意选择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来实施教训 从而打出自己的国威 那么今天北京可能试图在多个领域进行这种反击 那么一旦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 这种冲突升级的压力可能就非常大 中国大陆何时何地 以何种方式使用武力 这方面的专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当中国感受到他的领土和周边面临严重威胁 或是张艺地区遭受侵略时 就会直面战争 无论中国对手的实力如何都会使用 事实上中国毫不畏惧任何的敌人 因为除了美国之外 中国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而且中国也商称会把任何敌人 从他的敏感的领土上击退 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例如在1950年 经过十几年的内战和日本的侵略之后 刚刚起步不到一年的中国 贫困不堪 然而由于担心美国会征服朝鲜 并利用朝鲜作为攻击点 而侵犯中国 中国军队选择出战 中国军队因为装备差造成的巨大的人员伤亡 甚至面临着核报复的危险 也受到了经济的制裁 甚至这种制裁 实施了一代人的时间 但是时至今日 中国仍然把这次出战 视为一次光荣的胜利 我们认为这一仗避免了美国 对其祖国的生存威胁 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运渡军队发起了反击作战 表面上是因为 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的中国历史上 建立了前哨基地 在上面建立了前哨基地 在上面建立了前哨基地 更深次的表面上是因为 印度人在喜马拉雅山上建立了前哨基地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受到印度美国苏联的包围 那些年都增加了在中国附近的军事存在 70年代末中国选择了给越南一个教训 实任领导人就说其目的是在苏联军队开始在其领土上 驻扎并入侵柬埔寨之后给越南一个教训 中国领导人当时担心被包围 使得中国的地位会随时恶化 这就是所谓的杀意敬白杀鸡害好 自1979年以来解放军从未打过一场重大战争 到1988年中国护卫舰在南沙群岛的冲突中 击毙了64名越南水军以来 解放军从未对外军开火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 中国大陆几乎在1954年 1958年和1995年 三次向台湾岛或台湾地区附近 发射炮弹或导弹 从而延续了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目标都是阻止台湾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或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出来 说白了 战争的每个决定都是复杂的 然而总体行为模式是一样的 当中国面临永久失去对领土的控制前景时 就会使用战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主权 他倾向于攻击一个敌人来吓跑其他人 中国证实了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前提是不能让中国感受到领土被分裂和侵占 最近台湾在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并修改其防务措施 最近十年日本一直在进行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其执政的自民党现在是国防开支的三倍 印度正在中国边境和重要海上航道附近集结军队 某些国家正寻求将中国从供应链中删除 美国主导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是非常危险的 这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战略误判 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实力可不是几十年前 更不会在乎对手是谁 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支旨在击败任何挑衅者的军队 中国在重要的领土争端中还面临的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使用武力打出国威创造的可能 如果冲突真的爆发 美国官员不应该对冲突将如何结束抱乐观态度 这位专家告诉美国政府的官员 如果冲突真的爆发 美国可能无法承受他的后果 从长远看 美国及其盟友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威慑中国 但是无论美国做什么选择 中国都会完成自己的计划 因为中国从不害怕美国 中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这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实实在在的誓言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